3.10 好 找到我们以上来读 穿上了信仁 结信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能够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 我们注意形象的一个字 当我们得救 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恢复神的形象 那么当初神在亚当里面做那个形象 究竟包括了些什么的特性 或者说俗性 那么基本上可以做几方面的分类 在我的讲义上面 手写的这个讲义 人论里面 我都提到第一最重要是什么 道德方面的 Moral Character 那么同时这个形象也包括 神的位格 Personality 或者Personal Intellectual 理性方面的 理智方面的 宗教方面的 Religious 有一个宗教的倾向 一个宗教的心 包括他的Emotional 他的感情 喜怒哀乐 所以人跟一个植物不一样 人有感情的 有意志的 有emotion的 有他的view power 同样有他的social ability 跟人团契交通 社交这方面的特点 当然这个social ability 我们可以从神的三维一体里面看到 圣父 圣子 圣灵 他们在永恒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的fellowship 甚至他们的创造 他们也有这样一个交通 照着我们的形象 好像神在永恒里面开了一个小的讨论会 他们有交通 有讨论 照着我们的形象 样式来创造人 然后Asthetic 这个就是美学方面 美学方面的Asthetic 所以我们人会心想一身美丽的东西 包括这个艺术品 图画 或者说这个音乐方面的美术 有这种美感 然后也是一个cultural being 人有这种文化创作的能力 所以每一个的民族 都有他们的文化的一些特色跟创作 那我们看完人的这个的形象跟样式 那我们来再看 神对亚当被造的人 他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看两方面的使命 我们翻为创世纪 第一章28节 那在26节已经提到 使他们管理海中的 与空中的鸟 然后在28节就讲得更清楚 神就师父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子地 所以你看到两方面的使命 第一个是什么 提到生养众多 所以这个可以叫做generation mandate 要generate 要生养众多 所以从这个的生养的使命 也可以看到婚姻的圣洁 没有夫妻的交合 就没有生养 对不对 所以原来神所设定这种婚姻的关系 是在他的使命 生养使命里面的一部分 也是一个神给人类的一个很美的 很宝贵的一个礼物跟恩赐 但因为人类堕落之后 这样的一个marriage gift 常常会被abuse 滥用 或者说错用 那第二方面的使命 我们看得很清楚 叫做什么 治理的使命 有时候也叫做文化的使命 cultural mandate 特别这个文化的使命 加尔文讲得很明显 我们不单作为一个基督徒 有福音的使命 对不对 gospel mandate 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文化的使命 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 神要让人他的儿女来治理传递 特别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神要用我们在每一个的文化层面 在整个全地能够彰显神的治理 我们能够进到这个文学界里面 有很好的基督徒的文学 特别在以前在音乐界里面 大部分的音乐 沙小舟说百分之九十几是基督教的音乐 百分之九十六 还要高一点 大部分的八十五 所以基督徒的音乐家在音乐这个文化里面 能够治理 能够影响 让神在这个音乐里面掌权 但很可惜很多基督徒或许受到这种错误的 政教分离的观念 其实政教分离是指到什么 是指到不同的说分体 政府不应该来管教会属令的事情 教会的领袖也不应该去管这个政治 这个地上的事情 但是不代表我们基督徒不参与政治 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文化使命 参与在政治文学各样的层面 好让神在每个文化层面能够掌权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影响 我们下一代很多的这些文学的书 像Harry Porter 其实我们需要有更好的基督徒 能够写出 不是Harry Porter 是Hallelujah Porter 然后这个Hollywood 希望有更多的基督徒人 能够在里面参与 投资影响 然后在里面有一天改名Hollywood 什么Hollywood 所做出来的电影 都是能够在某方面能够高举神的荣耀 把这个基督徒教的message可以带进去的 但很可惜因为我们基督徒过去受到这种 政教分离的影响 或者说这个世界非我家的这种观念 所以我们都不太参与这个世界的文化的 事业跟发展 包括我们能够基督徒有最好的歌唱家 最好的vocalist 最好的音乐家 pianist 最好的composer 作曲家 最好的conductor 最好的文学家 最好的政治家 教育家 那教育家很重要 不要把整个教育界都被这些好像犹太人来垄断了 好像法律界也被犹太人垄断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进到每一个层面彰显神的掌权跟治理 所以初期的这些清教徒来到美国 他们基本上是接受加尔文的这种的文化使命的观念 基督徒能够在政治在各方面彰显神的荣耀 但是当然他们有些的做法又比较极端了 极端那个地步假如你没有这个成为教育的会员受洗 你就没有这个投票的公民权 又过分的用宗教的力量去影响政治 所以也产生一些的问题 产生让美国老百姓对这样一个政教的过分的合一 产生反感 甚至他们对异端为了保持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纯正 他们对异端的处理把他们吊死等等 都是产生很大的side effect 所以就越来越觉得要政教分开 的确是因为初代的这些清教徒 他们有这样一个文化使命的理念 但是在做起来的时候又好像太过分了 所以关于这个文化使命有没有什么问题 但很可惜我们过去的无论是基督派的教会 或者说福音派的教会 重点都是放在福音使命 就忽略了这个文化使命 对各样的科学文化的参与都很少很limit 觉得我们基督就是要倾心爱主 就是专心的传福音 其实这两个使命应该是并行的 我们透过文化使命的参与 进到每个文化层面 在每个文化层面里面能够做光做眼 甚至把这个文化层面能够归回基督的掌权 所以为什么在中世纪 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能够深入到民间 因为天主教做了这样一个文化工作 从你生到死 每一个的你的层面都是教会在参与 你出生infant baptism 你结婚要找这个教会 这个marriage ceremony 你死的时候要找牧师这个unction 各样的事情 包括各样的宗教事业 社会事业 音乐 文学 天主教是什么 一手包的 还有医院 各方面你反正生老病死 读书什么你都离不开 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是感谢神 读天主教的学校 一读读了七年 那你自然就会对天主教有好感 对不对 然后你生病到天主教的医院 你离不开他整个的文化工作 但是很可惜 我们现在基督教在文化的工作做的很少 社会的关系工作做的很少 反而是别的宗教做的很厉害 很多人一想到这个社会关爱事工 就会想到慈忌 不会想到基督教 很可惜的 所以我们需要平衡回来 不是单单只是关心人的灵魂 关心他的得救 只是关心纯福音 对我们要做文化使命的工作 做福音使命 gospel mandate 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文化使命 要能够进到每一个的文化层面 我们能够办最好的基督教大学 最好的基督教医院 最好的这个Nursing Home 让我们基督教来做 安息日会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他们办好多意愿了 安息日会 对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基督教的理念 都没有注意到社会的参与 文化的参与 所以我们折折败腿 反而在台湾的时候最好的机会 那时候长老会在台湾 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的教会 都是长老会的 但是长老会就完全偏到政治性的 一个的努力跟参与 或者其他的地方教会 比较只是福音性的 福音使命 但即使民间信仰也好 佛教也好 无论是慈基也好 还有佛光山那个谁啊 信仁 他真的是懂得宣传文化使命的参与 他把佛教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的 很机动性的一个的 企业性的发展 透过不同的媒介媒体 来酸扬他们的佛教 非常厉害 不但有佛光山 有佛学日 有佛的婚礼 佛的退休会 佛的图书馆 佛的辅导中心 所有基督教忽略不做的 他们都做了 太厉害 所以为什么他进到整个的台湾人的文化里面 所以他们的这些的民间信仰都宣传的那么厉害 但是我们只是在教堂里面有影响 教堂外面看不到基督教的影响 那这个是最大最大的困难 还有一些企业 有时候如果这个企业真是很业很好 或是很发扬光大 对 基督徒在那个企业里面 所以在我们基督教里面 包括现在很多的教会 会对这个企业的参与也是很少的观念 你看像摩门教 他们是不但是要求弟兄姊妹实益奉献 然后他们怎么去用这个实益奉献的这些金钱呢 不是放在银行的CD account里面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investment team 是最professional的 能够把这些的教会的钱的资金呢 投资在不同的文化跟企业里面 像我们看到这个meriwa hotel是属于谁的 摩门教的 他们做的多好 每年那个generate多少的资金 可以放在他们的参与施工里面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观念 不是说世界非我家 不要碰世界 不要参与世界 不要投资这个世界 他们在各方面在做投资 但是一般教会的观念 特别是中国教会 教会有存款十万二十万三十万 你去问每个教会 都是放在CD里面 没有一种investment的观念 不敢碰这个钱 不敢碰 包括我们神学院 我们有一点点的reserve 但也不敢动 就是放在CD里面落在那边 教会也是 但是这个是当然要很小心 就是需要有很智慧的管理这些财富 不是去炒股票 在香港曾经有位牧师 他就很聪明 就把这些教会的钱 他都不晓得他是有prophetic gift还是什么 他就投资一个股票 真的一夜之间脏起来了 让教会得到很多的财库 但是他就丢了主人牧师的位置 因为会有觉得你这个做法不对 但是这个牧师也不管了 他也老了 他也快退休了 他就大胆的放进去 凑出来赚了好几倍 让教会又很有钱 但是他的做法很多人不认同 所以很难说 你又没有这种牺牲的精神 但是万一你没有这个gift 你就惨了 投资错了 还是神夜中给他一梦 嘿 这个股票是行的 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做这个决定 但是曾经有这样一个事情 那我们再来看 神创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 原来的光景 我们一同来看 创世纪第一章31节 第一章31节 我们一同来读 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所以神创造亚当夏娃也是甚好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甚好的意思 不是代表完全的 这个甚好不代表perfect still not perfect 甚至按照奥利根他们的领受 是not mature 所以因着不perfect 所以会有堕落的这样的一个possibility 假设完全perfect了 就不会有堕落 所以到什么时候人才perfect 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救赎 到了新天新地那一天 人就perfect了 甚至我们能够完全那个地步 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所以有人就用一个的例子来说明 人类的这种不完全的光景 就好像我们在物理学上面 所学的这个平衡 有好几种的平衡 一种叫stable equilibrium 你把这个珠子放在这里 你怎么推它外面的影响 它还是会回到原点 stable 但是有一种equilibrium 叫unstable equilibrium 它是平稳在那边 但是unstable 还记得吗 我们学物理学 只要有一个外面的external force 撒旦来推它一下 引入它一下 它会怎么 会跳下 但是感谢神 神在这个堕落里面 预备了什么 预备了十字架 而且是堕落的人类 在神的拣选里面 是掉在神的救恩的十字架里面 就永远安稳在耶稣的手中 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圣好 不是完美 不是完全 来自在一种 不是total perfection的里面 所以有这样一个堕落的可能性 这样一个堕落的可能性 也是神的一个准许 跟神的一个安排的一部分 但是我常常强调 人类的堕落 是百分之一百人的自由意志的决定 他是个free agent 人类 不是像我们今天的人类 堕落的人类 不是个free agent 我们立志行善 有得我 行出来有不得我 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 boundage of will 你有自由的意志犯罪 抵挡神 拜偶像 但是你没有自由意志 能够拣选耶稣基督 过圣洁的生活 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 虽然在神的准许跟计划里面 但是亚当跟夏娃 是一个morally free agent 所以他们需要 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任 接受到神公义的审判 所以神不是的author 不是那个作者of sin 罪是因着亚当 自由意志的勿用 而带来的一个结果 包括罪的审判 原罪 罪的pollution 罪的败坏 是因着亚当 夏娃他们自由意志 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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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神的責任 這個是不能這樣來推論 對一方面是神知道的 神的無所不知 甚至神也准許沒有攔阻這件事情 神沒有打盾 神有能力可以去攔阻 但是神也准許這個事情發生 所以這個boundary要弄得很小心 假如我們過分的去推論的話 就會產生一些的難處或是異端 沒有 那個是原罪還沒有進來 所以罪是當亞當墮落之後的一種的光景 帶來這個 他這個神在他裡面的形象樣式的破壞 跟逝去 所以他就失去了這個神的公義 聖結智慧能力 這個是原罪 就是亞當的罪跟墮落帶來的一個的結果 自由意識本身是他是中性的 他是一個 他在他的智慧裡面 他可以選擇亞當有這種能力可以選擇 夏娃有這種能力可以選擇 順服神的定規 不吃那個三個國術 或是說吃 所以他有這個free choice在裡面 但我們人類墮落之後 我們都沒有這個moral free choice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能夠順服神 沒有這種能力 你立志行善有的理 行出來有不得理 你沒有這種能力可以選擇 相信耶穌 接待耶穌 因為你是屬於黑暗的 黑暗不會接受光的 除非聖靈陷在你的裡面 有一個恩典的工作 就是馬丁路德所講的這個prevenient grace 陷在你裡面的先 預先的一個恩典的工作 那麼人當初在伊頓園裡面 的確是甚好 為什麼好 因為他擁有神的這個形象跟樣式 包括一切的智慧跟知識 那麼在節理 創世紀裡面 特別要我們看到 亞當的知識跟智慧的一個情況 我們特別注意第二章的十九節 二章十九節跟二十節 好 我們現在來讀 耶穌華神用途所造的野地各樣走兽 和空中各樣飛鳥 都帶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麼 哪人怎麼樣叫各樣的活物 哪就是他的名字 你發現在節理 亞當在做一件什麼事情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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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中文好厲害 那麼究竟這個命名 那個命名是什麼意思 是表達一件什麼事情 命名 是表達一件什麼事情 命 不是兩個名 命 命 前面的命 前面的命 命的命 命名 對 對 好 中文太複雜 那個命名是什麼意思 是命名 全餅 全餅 亞當能夠命名這個名字 是代表這個動物飛鳥的俗性特性 就好像我們今天命名 一個東西叫佛劍 為什麼我們命名它叫佛劍 它會噴佛的 好像一個劍飛出去 那麼老美的命名就是ROCKET ROCKET就是說 好像一個石頭會飛出去的 所以比較土這個命名 我們中文的命名比較精彩 會噴佛的像個劍飛出去 叫ROCKET 所以當亞當為萬物走出命名的時候 表示他了解每一個的動物的habitate 牠們的性情和性 然後就給牠們命名 魚就是魚 你要在水裡面游動的 你不要亂跑 來管理牠們 按照牠們的名字和性來管理牠們 所以這裡表示亞當他真的滿心知道神 他的心意他的設計 他對萬物的安排 所以這裡不單單看出神 看出亞當的知識跟智慧 也看出他先知的職份 他滿心知道神的心意 按著神的心意 神的定規定名來命名萬物 這是先知的一個職份 Office of Prophet 然後他不單有這種先知的知識跟智慧 跟Office 知識 當我們再看創世紀第二章 從第一節讀到第三節的時候 我們更發現他有另外一個榮耀的知識 我們來看第一節到第三節 好 天地萬物都造起了 到第七日神造的物工已經完畢 就在第七日 謝了祂一切的工安息了 神師父給第七日定為聖日 因為在節日 神謝了祂一切創造的工 就安息了 神定第七日定為Holiday 聖日 究竟這個聖日的內容是什麼 怎麼過這個聖日 這個聖日 難道亞當就翹起二郎腿 在那邊睡大覺 就這樣來度過他的聖日 還是在這個聖日裡面做的是什麼 聖日 神一定安排這個聖日 讓亞當夏娃來敬拜神 紀念神創造的恩典 甚至這個的sub-of-day的那個 怎麼去度過這個sub-of-day 好 我們看出埃及記 我們看二十章 在這個第九節 六日要勞盧做你一切的工 擔第七日是向耶華你神當手的安息日 然後到第十一節他就說明了 因為六日之內耶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華師父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所以在這個聖日安息日裡面 來是要紀念神創造天地海萬物的恩典 所以亞當一定會有一天 他來到神的面前來獻上他的感謝跟敬拜 紀念神創造的恩典 而且不單單亞當夏娃被造萬物走獸 非情 凡有氣息的都什麼 他們都能夠再滅耶華 所以在當初被造的時候 是非常榮耀的一個的安息日 是亞當帶領了萬物走獸 來到神的面前 他是這個敬拜的總指揮 不單是管理他們乖乖的來生活 也管理他們在聖日的時候 大家都飛到神的面前 走到神的面前 在那邊敬拜 這個萬物的敬拜 一定是很榮耀 所以亞當不單單只是一個管理者 不單只是一個先知 也是一個什麼 祭司 帶領萬物走獸 來到神的面前 在這個榮耀的聖日 在那邊敬拜神 在那邊讚美神 這是他祭司的一個恩賜跟地位 Prize Prophet Prize 那麼他君王的執事就更明顯了 他什麼 神給他管理萬有 智力萬有 也是個Kingsho 所以他不單單有這種恩賜能力 智慧 神的俗性 在地上來治理 來了解這一切 他也得著三方面榮耀的執事 他是神的先知 神的祭司 神的君王 所以當 耶穌基督來到地上的時候 他成為第二位的亞當 或是幕後的亞當 耶穌基督也是在地上 彰顯他先知祭司的君王的職分 這三方面的職分 耶穌基督完全成就了 也把這樣的職分的恩典 加在每個基督的身上 我們成為基督徒 成為小基督 我們今天在得救的這個地位上面 我們也得著了先知 祭司君王的這個職分 所以今天你是先知 所以在聖經中我們每一位都做先知想道 對不對 我們每一位都要做神話語的出口 福音的出口 真理的出口 我們有神的真理 有神的知識 我們做先知 我們更是要做什麼 祭司 把人帶到神的面前 我們成為神與人之間的一個的 mediator 為萬人代求 祭司的一個職分 然後更是做君王 所以不但是 我們先管理自己的家 管理神的教會 管理我們自己的生命 將來神跟應許 你在地上做成忠心的管家 將來什麼 在勇士與耶穌基督一同做什麼 君王 這個神當初創造亞當 要管理地球的接種的計畫 其實只是一個的影兒 那個真體是在神的新耶路撒冷 在基督裡面完全的成就 所以神的創造 跟准許人的墮落 不是一個失敗 來是一個的影兒 神最終的這一種管理做王的 心願跟計畫 透過耶穌基督 在新天新地裡面完全的成就 所以今天我們都太自卑 覺得我們能管什麼 我們在最終墮落 什麼都沒管好 所以我們有一個自卑感 有種錯誤的self esteem 覺得我們不能管 我們真的能夠做王嗎 在天堂做個看門的掃地就滿意了 我們常常都是想得很低的 但神祂的那個期望 我們真的神不單是把耶穌基督 白白地給我們 也把萬物要使給我們 與祂一同得榮耀 一同地做王 但這種做完管理的思想 我們從創世紀亞當墮落之後 人類就失去了 我們都在做盧樸 做罪的盧樸 都是做生活的盧樸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可以做王 真的可以做總統嗎 我也不是在美國出生 也不是美國正式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 我能夠做美國的總統嗎 超過這個 我們正在做神整個國度的郡王 所以做美國總統也沒什麼威風 我們正在做神整個宇宙國度的郡王 但是我們很少從這個角度去認知 我們都想著自己就是 哎呀 我們現在好好的愛主 忠心 侍奉主 將來在神的天國裡面 能夠有份敬拜神 就感謝神了 不但是有份去敬拜神 我們跟有份與耶穌基督一同做寶座 那第三方面在伊甸園的亞當 我們看第二章是六節 第二章是六節 好 我們一同來讀 耶穌華神吩咐他說 願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散落樹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在這裡看到神跟亞當的對話跟團契 沒有多了之前 人跟神是很自然的交通團契 人也沒有害怕 人也沒有隱藏 也沒有躲藏 那我們再看在伊甸園裡面的人 亞當跟夏娃他們的人際關係 或者夫妻的關係是怎麼樣 我們再來看第二章 十八節 十八節 十九節 跟二十節 我們一同來 耶穌華神說 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耶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送 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麼 那人怎麼叫各樣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給一切生出和空中飛鳥 野地走送度起了名字 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所以讓我們看到 神當初設立夫妻 這個妻子跟丈夫的關係是什麼一個關係 所以妻子是一個幫助者的角色 是個幫助者 雖然在這個福利運動裡面 可能很多姐妹不太願意接受這個觀念 但是在聖經裡面 神給妻子的定位 神給妻子的定位是一個什麼 幫助者 是個helper 不是個ruler 也不是一個的好像就是掌控一切的 神把這個管理的權柄 是給了亞當 但是需要妻子的幫助 妻子應該是一個幫助的角色 而且你發現在16節 神把神的旨意 是告訴亞當 關於善俄書上的事情 善俄國書的事情 然後夏娃怎麼知道呢 是亞當把神的旨意 神的教導告訴夏娃 他的妻子 所以表示說 丈夫不單有這樣的一個權柄跟地位 他更是一個熟齡的領袖 他領受神的話語 作為一個spiritual leader 來帶領他的妻子 帶領他的家庭 那今天很多的家庭出了難處 問題是不是妻子的問題 是丈夫的問題 丈夫沒有扮演當初神給丈夫的 這種熟齡領袖的責任跟角色 他在神的面前蒙茶茶 所以把這個家庭搞得亂七八糟 反而這個姐妹呢 妻子呢更愛主更熟齡 所以慢慢慢慢這個角色就轉換了 但是其實神最重的心意 是要丈夫能夠起來 丈夫能夠發展她熟齡領袖的一個角色跟地位 所以解釋當初神所安排的夫妻的一個的關係 那麼我們再看這個二十三節跟二十四節 在進一步看到夫妻的一些關係 二十三二十四 那人說 這是我股中的股 肉中的肉 可以稱她為女人 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娶出來的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當時夫妻二人吃生肉體 並不羞恥 所以在這裡讓我們看到 哇 妻子跟丈夫的那個關係 其實是什麼 是股中之股 肉中之肉 是真正的生命的關係 是一個一體的關係 妻子本與丈夫 也透過婚姻的關係 成為一體 所以真正的血肉關係 不是你的兄弟姐妹 也不是你的父母 只要按照這個 《創世紀》第二章的教導 真正的血肉關係是你的妻子 是你的丈夫 夫妻是真正的生命的一體 妻子本與丈夫也關於丈夫 成為一體 那我們就要注意 究竟這個一體是什麼儀式 可能我們在很多的輔導學裡面 也解釋到這個一體 那這個一體呢 我們要非常注意 不是單單指到這個肉體上的結合的一體 更是指到夫妻的感情 愛的一體更合一 所以我們中文寫得很有意思 這種夫妻的合一 所謂性的關係也好 我說我們英文翻的是一個sexual relation 但是我們中文翻得很好 是一個性愛的關係 不是單單只有性 而且有什麼 愛的一體 愛的合一 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人 濫用abuse這種的性的關係 沒有愛也有性 變成是一種動物性的行為 是單單是一種情侶發洩的行為 但是在神原來的定規跟心意 所以這個一體 不是單單只是身體的結合 更是感情愛的一種的一體跟合一 這是第一方面要注意的 那第二方面 這個一體 這個一體 夫妻的二人成為一體 也是表達了神三位一體的奧秘 奧秘 我們的神是父 子聖靈 這三位 卻又是什麼 一體的 他們有 Distinct 獨立的情感意志跟位格 但是又是一體的 在愛裡面的合一 在感情上面的合一 甚至在創造救贖上面的合一跟合作 所以夫妻的一體 在原來神的設計裡面 應該是效法這樣三位一體的模式 當然 這個一體 在基本上只有夫妻 有這樣一個連結成為一體 但這個一體我們要注意 這種一體 是類似三位一體 這種的模式 聖父跟聖子聖靈 有他什麼 獨立的情感意志跟位格 但今天很多的婚姻出了位 這個問題就是對這個一體 產生一種錯誤的想法 好像一體到一個地步 夫妻什麼都是好像沒有bundary 我們在聖靈輔導學裡面 Mary老師特別講了很多次 這個bundary的問題對不對 今天夫妻很多出了問題是 他們以為一體 一體到一個地步 變成完全沒有自己的bundary 沒有自己的界限 沒有自己的空間 沒有自己獨立的情感意志 但是妻子好像一切都是 丈夫掌控大男人主義 這個妻子不能做任何的 自由意志的選擇跟想法 那有些人就相反 妻子掌控丈夫一切 丈夫要去哪裡 他都要跟妻子報備 時間表你做些什麼 都要跟妻子報備 你在外面會不會亂搞 所以很多的不信任 很多的難處做成了 彼此沒有什麼 自己的空間 其實這個一體 是一個某方面的 overlapping的一體 是愛的合一 感情的合一 一些計畫 工作意向的合一 而不是合一到這個地步呢 夫妻沒有自己的自由的空間 跟自由的意志跟感情 你有你的一個自己的boundary 但今天很多的夫妻 因為她也不搞清楚這個boundary 什麼是屬於丈夫的boundary 什麼是屬於妻子的boundary 他們搞不清楚 所有的merge在一起 所以很多的confront 很多的衝突 但是在聖經原來 在這個一體的觀念 是以這樣的一個模式 就像夫子聖靈 三位卻又是一體 又是和諧的 又是有每一位的獨立的意志 位格跟感情 好 這次對這個 伊甸園裡面的亞當跟夏娃 我們從這個創世紀的第一章跟第二節 第一章跟第二章做的一些的說明 好 所以關於這個夫妻的關係 夫妻的原來在伊甸園裡面的那個和諧 有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在二十五節跟描織夫妻 他們的相處是沒有隱藏的 no guilt no shame no 沒有任何的隱藏 都是很坦然的很transparent的一種夫妻的關係 所以我想我們基日圖夫妻要達到這種的警戒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我還記得聽到一個例子就是 這個基日圖的妻子很喜歡逛街買東西 每次買了很多東西回家 都跟她丈夫說 這個本來是買五百塊 跟她丈夫說這個on sale才買五十塊 所以她丈夫聽了就很開心 其實她太太很多的隱藏都在騙她丈夫 買了很便宜的東西 所以很難說真正的完全坦誠透明很難 很多夫妻妻子還是有自己的秘密的account 丈夫也可能有她那個秘密的account 我也認識一個基日圖的丈夫 哇其實她在公司賺好多錢 但是她給太太是兩個賬本兩個account 從讓她太太以為她賺很少的錢 所以太太就很緊張什麼錢都不敢用 但是後來再發現哇她這個丈夫 哇在公司聯繫是四五十萬美金 所以很多時候夫妻都彼此有些的保護 會擔心假如妻子知道我賺那麼多的錢 她會不會亂用錢 注意此類 但很難回到伊甸園當初這種的二人吃生肉體 很坦然的很透明的這種的相處 好所以關於伊甸園裡面的亞當跟夏娃 人與神當初的關係跟團契 當初的這種神的俗性 智慧 先知 祭司 君王的地位跟夫妻的關係 本來都是很美好的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真的是Paradise but lost 失去了 但但願今天神透過祂的救贖跟恩典 把這樣一個伊甸園的光景帶回我們今天 每一個基土的家庭帶回我們的教會 帶回我們的社會 好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繼續來看 在伊甸園裡面神跟亞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亞當之約 神跟亞當立約 Adamic covenant 那我們先看伊甸園圣經在和西亞書第六章第七節 和西亞書第六章第七節 我們注意這裡所說的 我們一同來讀 他們卻如亞當被約 亞當被的神跟他所立的約 那究竟這個亞當之約 除了在和西亞書第六章這裡 有提到一下 在整本聖經 有沒有提到這個約的觀念 或者神跟亞當立約的觀念 那當然在創世紀我們剛才所讀的第二章 我們看到一個約的內容的一些的要素 就在第二章 就在第二章十六節跟十七節 講到神對亞當有這個約的定規 這個定規就是什麼 不可以吃這個分別上個書上的果子 而且有這個約裡面定規的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除了這裡讓我們看到一點約的內容的情況 有沒有別的經文 讓我們好像 給了第二章的確認 真的有這樣一個約 因為很多人覺得 真的有嗎 神跟亞當真的有立這樣的一個約嗎 這樣一個工作之約 這樣一個行為之約嗎 所以的確在整本聖經 除了和西亞書 沒有很明顯的意思記載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講義 我們有沒有發到工作之約這個講義 有沒有看到 神與人 神與人 仍然這個是Vasmus Confessions的一些教導 但是我們 吳弟兄那個Kathy那邊有沒有一些講義 沒有 都沒有了 應該我教他把這個工作之約有印出來的 好沒有關係 我們一同翻到這個 我們下禮拜補印 羅馬書第五章 在這裡給我們一個比較明顯的推論 看到應該有這個亞當之約 我們看羅馬書第五章 我們來看第五章的 我們就簡單一點 我們從十四節讀到十六節好了 十四節讀到十六節 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做了王 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案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 亞當來是哪以後要來自人的欲向 只是過犯不如恩赐 若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 何況神的恩典與哪 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志 岂不加倍的臨到眾人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 原來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來是由許多過犯眾而稱異 然後在後面呢 特別在十八節就提到照樣 因一人的順從眾人都成為異了 然後到了最後二十一節又提到照樣 那麼假如我們理解這個照樣這個字 in the same manner in the same fashion 那我們知道神在這裡做了兩個的comparison來對照 那假如我們認識到在新約 有這樣一個耶穌基督代表教會 與父神立約的新約 所以你記得每次守聖山的時候 耶穌就說節悲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耶穌基督代表祂的子民 祂的教會在父的面前用祂的血 用祂的順福成就了這個新約 立了這個新約 解釋耶穌基督跟教會的關係 在新約裡面的這個恩典 那假如羅馬書第五章是要我們看的是照樣的話 就表示當初神跟亞當一定也有一個約 因為是照樣嘛 所以你從新約推回去 假如神當初跟亞當沒有一個約的關係 就沒有所謂照樣 也沒有所謂這個亞當來是以後要來自人的預像 這個預表 所以有新約 基督代表人作為幕後的亞當與父神立約 所以假如是一個analogy 是個類比照樣的話 就表示當初 亞當也代表了全人類 在神的面前有這個公主之約 亞當之約 是用這樣一個推論回去 用這個照樣 而且這個預像是怎麼樣 這兩個約有相同的地方 你發現耶穌基督帶來這個人類的救恩 他有沒有付出他的一個的行為跟工作 有 有 純信順服與之於死 皆死在十字架上 而這樣的一個要求 其實當初在亞當之約裡面 也是同樣的 是一個行為之約 神要求 亞當怎麼樣 完全的順服 神藉著這個上了果樹 定了這個約的一個要求 來顯明被造之物的地位 跟被創造的神之間的一個界線 這個boundary 亞當不能逾越過去 就好像法老跟約瑟講的 除了這個王位的事情 其他你都會自由在埃及來管理 但是這個王位 這個boundary你不能越過 你不要因為你有權品 就要要要要謀反做王 就不行 所以在當初伊甸園裡面 神與亞當立約 亞當代表了全人類 成為這位立約的首 covenant head 就好像今天 我們的總統Bush 代表了全美國 跟一個外面的國家立了一個約 或是一個合約 或是一個約的落言 不是他個人的 是整個的美國的公民都要honor這個約 都要接受這個約的約束 那麼就好像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當這個日本投降 這個天王投降立了合約 所以所有的日本的百姓軍隊 他們都應該什麼遵守 然後放下他的武器 所以假如當年天王不投降的話 其實日本兵真的是一個個都自殺的 都不會投降的 但是因爲著這樣的covenant relation 很多的民族都有這種關聯 他們遵從那個王所立的這些約規 也是成就在他們的身上 所以我們這種叫solidarity relation solidarity 或者叫covenant relation 這個亞當跟神立約 這個約的裡面的obligation跟consequence 不單是在他個人的身上 也會在他所代表的人類直直順順的身上 所以為什麼在羅馬書第五章說 因為一人的過犯 眾人就成為罪了 也是因為他是一個立約的代表 covenant head 所以你就發現 為什麼只有亞當的罪成為眾人的罪 這個亞當的兒子該隱犯罪 殺了他的兄弟 他的罪跟我們沒有關係 因為他不是這個covenant head 只有亞當的罪 所以這個的御相 不單單是代表這兩個約的性質一樣 都是工作之約 只是當初亞當在他的行為工作上面 守不住了這個約 沒有完全的順復 但耶穌基督他守住了這個約 完全順復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這個第一個類同的地方 第二就是那個代表性的類同 很多人覺得為什麼亞當一個人的原罪 會歸算到整個的人類 好像覺得很不公平 但是神是用這樣的一個的關係跟歸算 這樣的covenant relation 這樣一個solidarity的觀念來帶出 幕後我們在基督裡面同樣的原則來蒙恩 所以因著耶穌基督一個人的意義 眾人就成為意義了 這是神的一個universal principle 因著神這樣的一個的蒙約的原則的定規 在亞當裡面是如此 將來我們在基督裡面 也是按著同樣的這種蒙約的關係 我們蒙恩 所以我們就了解為什麼 因著一個人的意義眾人成為意義了 因為耶穌基督是我們利樂之手 祂是教會的手 教會的頭 所以這個頭的順服尊勇 就成為整個教會身體的尊勇 祂的聖節成為我們的聖學 祂的公義成為我們的公義 所以在我們中國也有這樣的關聯 關聯的所謂諸九族的一種關聯對不對 因著你在這個家族裡面 這個連坐之法 一個人在這個皇帝面前犯罪 這個皇帝不但是殺他一個人 跟他所有關聯的人諸九族 中國也是有這種關聯 就是這種solidarity的concept 但是因著一個人的尊勇 他整個的家族也會得到這個尊勇 所以為什麼我們中國人 有這種光宗耀祖的觀念 好像一個人成功了 整個家族都得榮耀 所以中國人這種家族觀念 的連結觀念很強的 其實猶太人也是 好所以我們對這個約的公主之約 亞當之約有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當我們談到約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約有幾方面的特點 第一是立約的雙方 所以在這個公主之約 亞當之約裡面立約的雙方是誰 是神跟亞當代表了他的子孫人類 然後約裡面一定有這個約的要求 這種covenant requirement 或是obligation 所以在這個亞當之約裡面 我們就剛才讀到了這個約的要求是什麼 就是順服在他的被造的地位裡面 不要愉悅吃這個善惡果樹 而這個善惡果樹它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們特別注意這個第五節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們便如神什麼能知道善惡 其實重點不是知道 重點是如神來自定善惡 不接受神的定規 不接受神最高的權威 喜歡怎麼做都怎麼做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罪的一個特點 所以也是神對這個亞當之約裡面 這個約裡面的定規 然後有人就問 約裡面一定有這個promise跟應許的 或者blessing 就好像今天我們去住的房子寫了個住約 對不對 這個住約的雙方是什麼 這個owner跟tenant 然後這個的約裡面一定有requiment 你每個約要付1000塊房租對不對 對 那這個約裡面的blessing跟promise是什麼 你可以享受這個房子 這個premises一切的facility 可以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但是假如你沒有守住那個obligation 就會有什麼 penalty 這個 penalty是什麼 eviction 你三個月不交房租 法院就來一個票 叫你要evect 要搬出去 所以同樣的 這個工作制約裡面 那個應許是什麼 很多的神學家都在找 講究竟假如亞當守住了這個工作制約 假設守住了 那個應許跟祝福是什麼呢 很多的神學家都推論 神在伊丹園裡面 為什麼要做兩棵樹 一棵是什麼 散了果樹 一棵是什麼 生命樹 就是在一個假設的情況裡面 人類能夠經過這個propriation period 這個試煉的時期 守得住這個工作制約 神要把這個生命樹 試給他們的 但是因著人類的墮落 這個生命樹一直postpone postpone到 將來的新天新地 在新耶路撒冷裡面 在基督裡面 再能夠享受這個生命樹 其實這個生命樹 也就是預表基督的本身 所以當聖經沒有明講 是這些 解禁家神學家 從約的觀點去推論的 也是一個蠻有可能的情況 當然那個penalty 就講得很清楚了 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就失去了神的形象 養屍跟俗性 本來亞當是非常有知識有智慧 他是動物學家 是植物學家 什麼都懂 是活字典 好像神一下都把萬有的知識 就是當錄在它裡面 但是現在我們很可憐 什麼東西都要在那邊讀 要在那邊學 要在那邊背 要在那邊考試 讀了可能20年前 拿到一個植物學的博士 但是博士其實是騙人 只懂一點點的東西 因為博士要越專門才是博士 你很廣的就不是博士 所以其實很多的這些電腦博士 對夫妻生活人際關係一竅不通 所以通常都是解釋 博士大頭腦了 夫妻關係家庭會破碎 因為他只懂這個電腦的東西 他也是個電腦人 轉不了彎 所以常常就很intellectually criticizing each other 他們批判能力特別好 因為你要做博士就是要有批判能力 所以他常常在家裡就批判 把他博士原來所受訓練的 解到東西搬到家裡 很會批判 所以一批判太太就離婚了 所以其實博士也很可憐 其實人類墮落之後的光景 什麼都不懂 又以為懂 以為這是博士 其實博士是騙人的 只懂一點點的東西 好 我們時間到了 所以要我們看到人類墮落真是可憐 大家感謝神 我們在基督裡面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就是以過一切都變成新的 而且更有一個榮耀的盼望 神在亞當身上所預備的要成就的 將來在我們的身上 在新天新地裡面 在基督裡面 是更榮耀千倍萬倍的成就 我們與耶穌基督一同做王